王蕾 你没有听 我国的居家康复计划已经被扩大的新闻 是吗 因为听说现在70到79岁的 如果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年长者 可以再家居康复 70到79岁 有了有了 我跟你说 这重要的新闻打掉要注意 听到新的规定已经在这个月 10月16号已经开始了 就是已经25天了 已经开始了5天了 可是要详细的理由我们也不大清楚了 OK 你不清楚 放心 我告诉你 我们当局做了一些临床的发现 发现70岁到79岁的年长者 就是70到79岁的阿公阿嬷 在陌生的环境 就是说他们在一个新疾忽的所在 他们跌倒的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我就是决定让这些年长者的患者 就是COVID再加进 就是住家的环境里很熟悉的地方养病 这样会更安全 对啊 可能钓到酒店 他不会习惯的 躺不落臉的 对啊 因为你去坐陌生的地方 你还害怕 对吗 他说哪有理由 他说哪有理由 你站着自己的家庭才适合 当然啦 自己的便所可以用 自己的名称 自己的照片 自己的生肚 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 但是啊 可是那种70岁到79岁的人士 会不会 我怎么说真的呢 有人照顾吗 哎呀 放心啦 因为你在家里 你自己熟悉的环境 你就会比较安全 对不对 那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的总理李显龙 两个星期前就说了 政府会确保那些被纳入居家康复计划 就是说你在家里康复的那些患者 都能够获到他需要的照顾和资源 所以如果在居家康复的时候 就是说你自己在家里没有手法 你有发生 老皮 水有哪有疼 那就是要联系远程医疗业者 我不办理什么叫远程医疗业者 远程医疗业者 就是休想是看老君 可是你不用去那边 就是在网上 就是用电脑 你看到老君 老君看到你 新闻我看到 对 新闻我看到 那里还老君看得到 所以你通过这个网 网上 网页你告诉医生你哪里不舒服 你什么事情 然后医生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做 我们这种年长者 真的有种理这样的保障 我们就安心得做了 所以政府为了怎么做 这样做安排 我看人家处理 在我们个人在家里 应该要注意自己怎么样身体的状况 那当然如果你在家 你除了说每天要量体温 量你自己的体温 有发生吗 有什么 那再加上应该呢 我们要用这个血氧仪器来测试自己的血氧指数 对 对 因为有些冠病患者虽然他们没有明显的症状 没有明显的症状 可是病毒会导致他们的血氧指数下降 会降低 所以如果降的太低 生命就有危险 所以你就要测试 家里每个人都有的那个蓝色的上次不是分了 对对对 你去驾不 我跟你说 免费的东西我从头上去 不要去驾 免费的东西也怎么能做过 所以我听你来说 挺可怕 血氧一下降 对 可能连自己也不知道 有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你已经下降 你不知道 你那个痴了你才知道 对 所以你在家就是用那个来测量 那如果你是在家康复的 你就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血氧的状况 那使用这个血氧仪器呢 其实很容易的 那个蓝色也没得开起来 你的这个手指头放进去 然后就像温度计一样 然后过了大概十几秒 它会显示那边有number的 你就会看到你的血氧指数是多少 我今天量过了我97 我normal正常 那么如果你的血氧指数在93到94 你看你就要上网了 要联系你的远程医疗服务了 要把老君说了 你的这个血氧指数掉了 那么如果你的血氧指数在92以下 你就要拍摸摸摸摸摸摸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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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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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去医院 你如果到92以下就抗12才去老君出 就很危险 去医院比较好 但是我之前有给自己量过 我叫牛鬼 那时候我的血氧指数是95% 对 正常 你超过95是正常的 正常的 在居家康复时注意好自己 真的状况很重要 千万不可以忽略 真的忽略 对对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请在家里的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如果你们还没有去打疫苗 卖蛋料 卖土料 赶快去打 如果你应该去打第三剂 就赶快去打了 因为如果你不打疫苗了 万亿你中这个冠病 真的有生命危险的 你看很多人 有时候你看新闻 重症的都是 有些是没有去打的 不过很重要的是什么 那些在前线工作的医疗人员 对 越多人啊 他们没有打疫苗啊 就会有越多人患上冠病 对吧 加重他们的负担 阿南就真的没赢了吗 对吧 医疗人员带来更大的压力 希望 恳求大家多多合作 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时期 大家去打招就好了 对 你第三剂打完 早就打了 第三剂 Yes 我要下个礼拜 我打了 我要下个礼拜 三支都是 No feeling 哈哈哈哈 真的要不 feeling 看不出点内容 看不出点内容 对对对对 Sí 对对对对